大家周末愉快 我是老船长 时间我真的觉得越过越快 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 你越会发现这种感觉 越加的强烈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怎么样 珍惜我们在地球上活的每一天 把它活好来 不要去怎么样 每天抱怨人生 这个那个那个这个 有活着就有机会 因为我看到股票市场 太多的人 把自己的抱怨情绪 带到股票上面 其实这一个学问是 股票市场里面最重要 最大的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为什么我做股票做到倾家荡产呢 原来是怎么样 追高杀低嘛 那你为什么会追高杀低呢 因为你受到你的情绪感染 明白老船长的意思吗 你会看一档股票 目光如斗 你只看极短线 那这样子你当然就 因为短线股价本来就容易波动嘛 是吧 但是你眼光放远一点 你比如说台积电 台积电呢 你看看这一段 哇杀下来公司要倒闭啦 对不对 又拉上去了 原来拉假的又要压回了 又拉上去了 那这是短线嘛 但是你看长线 大多头啊 放得越久怎么样 赚得越多啊 没错吧 但是为什么你们会 有这样的一个情绪在 头顾老师要负很大的责任 因为你看到绝大多数 我用绝这个字哦 绝大多数的头顾老师 都告诉你 他每天都涨停板 那像这种鬼话 有可能吗 当然是假的 可是哦 我再讲一次 是绝大多数的老师 一直在用电视也好 网路也罢的媒体 这样散播这种不实的谣言 我们一听就知道是假的嘛 但是因为投资人 他追高杀低习惯了 输死了 对不对 变成猪脑袋了 他这时候听到有人跟他讲 你来找我 我天天涨停板 永远大赚 凶坑起了 对不对 因为他这时候内心很脆弱嘛 啊我们自己的确做得很烂啊 输死 输死不用留住宅 输死不用留住宅 对不对 啊参加 啊参加 还是挂 为什么 因为那就是一个骗局 就像我常常在讲 Facebook YouTube 里面充斥的诈骗 你们只要加赖啊 那里面都是一些名人啊 对不对 爆牌啊 全都是诈骗 因为我的朋友被骗四百万嘛 我很清楚 他就是参加了脸书里面 啊那个广告有老师广告 那根本是假的 那个老师也满倒霉的 对不对 他从来也没有在脸书上po这个 叫大家加赖的 好 那所以我就常讲 你在股票市场 其实台湾的散户很可怜 自己要追高杀低输死 就算了 对不对 仅有的希望 托付给头顾老师 然后又被怎么样 骗死 所以你去问你左邻右舍 真的老定老咖 猝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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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问 几乎都疏死 因为他们难逃嘛 再劫难逃 躲了这一关 那边还有一关在等他 所以你们一定要把自己的心怎么样 平静下来 来看一档股票 我们要怎么样 给他多一点时间 你的修养好了 你就不会追高 你就不会杀低了 当然这个境界 很容易做到吗 非常困难 所以人家常讲 哎呀 这股票要赚钱很难 但是你去问每一个散户 几乎都有人赚过钱的经验 这个钱赚过一些 那也赚过一些 但是最后都全部怎么样 全部吐回去 为什么 你赚钱那是运气好 没有人那么衰小朋友的 对不对 你来股市操作都没有赚过钱 不可能 一定有 但是呢 你最后全部都会输回去 因为那是大树法则嘛 你习惯追高杀低 你最后一定是输死嘛 这样各位了解意思吧 利用这个周末假日 一开始 把这一集帮老船长 按赞订阅分享出去 那你会怎么样 你会种福田啊 有些人很奇怪 我跟他讲我说 你看我节目帮我按赞 我不要按啊 怎么样 我就是不要按啊 没有关系 你按赞我没有钱可以拿 你听得懂 你按赞是你自己给自己种福田 那老船长 别的老师我也按啊 那是你造业障 为什么 如果你去按一个头顾老师 他是每天上节目骗人的 你帮他按赞 你是在造业障 我跟你讲认真的 没有跟你开玩笑 那你也帮老船长按赞 为什么你是种福田 因为我们不骗的 我们是开大门走正路的 这个告诉我们什么 大家要多做好事 你做好事你是种福田 你助纣为虐 你就是怎么样 造业障 不要开玩笑 我常常听到有人在讲说 那个骗人也不会怎么样 人家在骗 他在旁边讲说骗人也没关系 他就在造口业 懂吗 你也是助纣为虐的一份子 好不好 当然啊 有的时候真的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我希望大家 最起码我们不做坏事 我们晚上睡得安心嘛 对不对 好 那台北股市 这个今天周五 最后还是跌了 跌不多 跌45点 成交量4100亿也算正常 这个都是很正常 对不对 你说这个台子期怎么操作 上上下下他都知道 鬼扯淡 最近在操作台子期的 投资人有参加投顾的 大概都已经要准备去做大楼管理员了 我的了解都疏死了 那些老师每天就在节目上骗 说他台子期多厉害 会比我厉害 对不对 我为什么都不带会员做台子期 就是知道那个东西赌博成分很大嘛 我讲的是实话啦 那你告诉我今天一天盘中 这样子上上下下 这什么意思 你分析给我听啊 基本面一天到晚上上下下变这么多 对不对 所以你看哦 股票 期货 再到选择权 再到 买公益彩券 哪一个比较容易输死 当然是买公益彩券啊 赌博成分最高啊 这个几乎都是共沽的啊 没错吧 再来是选择权啊 那期货 然后股票 所以有钱人是做股票的 因为股票我可以放嘛 对不对 你今天跌又怎么样 你明天再跌 后天再跌 我还是放啊 因为我觉得你公司很好啊 就未来怎么样 果然啊 时间会还他公道嘛 好不好 好 那今天老产党要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 各位看我的测标 我这样子写啊 有些人啊 还看不大懂 老产党这个 这个含义在哪里 我现在讲你就慢慢听你就懂了 各位记不记得啊 在很多年前哦 苹果 他要出一只手机哦 他一定搞怎么样 搞那种什么饥饿行销 对不对 你呢 开卖的第一天 你到实体店面哦 一定是大牌藏龙 然后我还让你怎么样 有预购 有预购的人会先拿到手机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各位去想为什么 这是人的心态嘛 越得不到我就越想要嘛 是不是 可是他这招玩久之后 别的手机也不输给他的时候 你现在看看苹果还敢不敢玩这一套 不敢玩了嘛 但是他在玩的那个时候 各位去回想 是不是苹果的股价 高不可攀 的确公司赚了非常多的钱 没错吧 台湾这些供应链 你只要看投顾节目 每天都是苹果概念股 我讲的对不对 真的老船长 你把我们的记忆哦 都带到过去的时光 对 但是啊 很多事情是改变的 对吧 没有一成不变的 后来呢 现在苹果用这一招 不可能嘛 对不对 那现在啊 有一个公司哦 他的行销 就类似苹果这样 你们猜得到是哪一家吗 对 没有错 就是玉隆的电动车 他一开始是一个梦想 告诉你说 我们洪华先进 玉隆持股43% 鸿海持股49% 其他是散户嘛 然后呢 我们打造了一个 洪华先进的 专门来设计 要制造电动车的 一家公司 当然啦 洪华先进 他本身是不会造车 他负责设计 然后交给怎么样 会造车的 会组装汽车的工厂 对不对 然后把车子打造出来 那在台湾第一站呢 他是跟谁 跟玉隆汽车来合作嘛 对不对 整个车子的设计是 洪华先进 因为你要知道一台电动车 里面那个线路 密密麻麻的 那个玉隆汽车是没办法 是不会的 那谁是电子专家 红海 不然人家成立 红华先进干什么 对不对 那红华先进 这一次设计出来的车子 N5也好 N7也罢 在当时 只是大家看到是空气 我就1000块钱 我现在开放预定1000块钱 你要定的人 你就交1000块 哇 一堆人啊 对不对 当然有一些人他觉得 反正1000块 讲难听 连被你骗也无所谓 这抱着这种心态 可是后来 大家都没有失望 为什么 因为你真正拿到车子 大家都歐楼子 物超所值 为什么 因为大家知道嘛 红海就是一个 垂直整合的电子的 红海帝国 对不对 他所设计出来的电动车 开什么玩笑 其他的不是电子的部分 那个都已经行之百年的东西 那有什么了不起 车子的方向盘 坐垫 什么 那个都不重要 车壳 那个没有什么高科技可言 各位懂意思吧 重要是在所有的电子的零组件 这样大家明白了吗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下半段我们再继续分析导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盏明灯 顾得投顾咨询电话 零八零零 五五五八零八 零八零零 五五五八零八 您的理财专家 顾得投顾 我们拥有一流证券 期货分析师阵容 多空双响操作 为您累积财富 金融市场轨拘多变 您需要更全瞻 更专业的团队 等你您避开风险 再创财富巅峰 顾得投顾 恰询电话 零八零零 五五五八零八 零八零零 五五八零八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鼓动乾坤 好 那从一个空气 一个梦 到购买者拿到车子 然后怎么样 感觉很惊艳 这个我个人敢挂保证 因为我有去过 它的展场 我看到 我真的觉得 你在国内要买一台 一百出头的电动车 而且照出来 外型内装都这么好 没有地方了 就只能够跟玉龙买 这样大家懂意思吧 然后玉龙就讲了 我第二次要开放的时候 应该是在五月 那五月今天已经几号了 大家知道吗 对不对 所以说我认为 没有多久的时间 玉龙会开放第二批预购 一定是两个字 爆满 这个不是吹牛的 因为玉龙现在一个月 只能够造一千五百台出来 开什么玩笑 全台湾有多少人想要买这台车子 包括我们的计程车司机 他们每天在路上开车 想要的就是什么 有人招车 那你要知道台北市的计程车 是全台湾最多的地方 没有错吧 对不对 你到别的县市有时候 叫不到计程车 那我们不要讲 我们讲大都会 台北市 你要招计程车 你如果不赶时间 你会稍微挑一下吧 这台很旧我不要 那台样式我不喜欢 你会不会 你一定会嘛 那台很脏啊 千万不要上去 上去的话完蛋 对不对 除非你真的很赶时间 那现在年轻人叫车 他透过怎么样 平台软体 然后直接来叫 对不对 所以这个平台 这个来的车子就很重要 要配合他的车子就很重要 大家说是不是 那你像有些软体 这个平台我也做过 我们朋友叫那车来的 哇很烂 那个以后都会被淘汰掉 那你要知道 有一个叫LiGO的 我们手机的Li 对不对 LiGO LiGO有四百万个会员 是吧 那这四百万个会员呢 那玉龙汽车 它有入主这家公司 那我得到的消息是 大概有两千台的N7 要加入这个平台 换句话说 你透过LiGO来叫车 你所叫到的车子里面 你很容易可以叫到怎么样 N7这样的车子 坐起来 多么的舒服 那各位观众 生意会不会好 会嘛 那你是计程车司机 你看到人家生意那么好 因为车子的关系 废话 计程车生意好坏 车子好坏 占了很大的因素 我这样讲大家都懂吗 我刚刚不是讲选车的问题吗 好 那那一个部分就两千台 对不对 那我们知道中华电信 它要换工程车 六千台 那你说中华车它 它当然换 它一定换国厂 给你挂保证 为什么 第一个费用这么低嘛 你现在要去换一个 难道你换特斯拉吗 一台两百多万 这个公家机关 会让你去换那么贵的车 不可能嘛 所以我认为它最后 应该是会换N7 举例啦 就是 就是玉龙的电动车 那 各位去想啊 动不动就这边几千 那边几千 你玉龙 一个月只能生产一千五百台 因为它的三一二厂 环平就搞了一二十年了 现在最近好像 第二阶段过了 那但是啊 那个在 原水救不了近活 我们现在就当做玉龙 它只能够造一千五百台 那怎么办 生多周少啊 所以我说一定是报 那大家去想一家公司啊 它可以像苹果一样 对不对 我开放预购 开幕第一天 大牌长龙 是吧 表示什么 想买的人多嘛 是不是 你产出来的产能有限嘛 现在苹果已经不可能这样了 这样大家懂意思吧 那玉龙它做到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们认为 这家公司的股票会不会涨 获利 营收 会不会增加 你不相信 你现在如果说你要卖一台车 根本没人买 订单几乎是零啦 那这种 我坐在这边跟你们说什么 浪费时间嘛 对不对 那但是 很多事情是这样子 市场在等的是第二批的 怎么样 预购 那我问你 你在等什么 散户在等什么你知道 我买了以后 对不对 我等它往上拉 拉了以后我怎么样 我把它卖掉赚钱啊 我知道你们在等这个啊 对不对 但是呢 你是底部就会买进吗 不可能 那不是散户会 散户会做的事情 大家千万不要误会 散户会买在哪里 最近散户是买在这里 听得懂吧 散户这边是不会买的 你放心啦 旗掌观望一下 真的假的 哇好像真的追啊 几乎就买在75块以上 到76块这边啊 有没有 这有量嘛 这都是韭菜猪脑袋嘛 哇进场 八十几我就卖掉 我就可以赚到怎么样 一两个月的买菜钱 对 结果呢 往下杀 卖掉啊 对不对 这骗人嘛 这骗局啊 是不是 往下杀没有量 谁在杀 散户在杀 散户在杀 听得懂吧 下跌没有量 你就要小心了 是在怎么样 在洗盘啊 这最基本的技术分析 你都不懂 如果今天这个下杀 是这边带量 我可以告诉你完蛋了 后面还要跌 大家明白意思吧 所以我们做一档股票 你会受到你的情绪影响嘛 对不对 因为你的名字叫散户嘛 甚至叫猪脑袋 叫韭菜 都无所谓 反正同一个人 对不对 那你呢 喜欢追高嘛 那你也爱怎么样 你也爱杀低嘛 你买进去 它不涨 你就觉得是骗局嘛 烂货卖掉 对不对 等到呢 它洗完盘以后 第二批公布啦 再过几天 又是爆满 棒一个上去 你干什么 你就追啊 追得到就算了 我怕万一开涨停锁 你追不到 等到你追到那天 你短线又追到高点了 股票市场不是就是这样子吗 那你为什么不想 对不对 我呢 确定了育融这家公司 它未来是怎么样 一季会比一季好 那我就 怎么样 把它买着放着就可以了嘛 而且不要用融资买 融资 股价一震荡你受不了 你就会被怎么样 杀到场外去了 所以你用现股买的摆着 老传长现股买 买的张数不够多 融资可以2.5倍 神经病啊 那你去要我们赌钱算了嘛 如果你有这种心态 你就不要来做股票 这样大家懂意思吧 好 所以今天是5月17号嘛 对不对 5月17号 然后你看 礼拜六礼拜天 18、19 然后再来就是5月20号 那距离月底 才几天 那育融上次说 因为它4月份卖了1055辆嘛 它的电动车销量是怎么样 那么一名 第一名 碾压特斯拉 这样各位懂意思吧 那我如果是计程车的司机朋友 我一看 哇 这个车子这么受欢迎 对不对 而且太符合我们计程车司机朋友怎么样 来载客各方面的需求 一定会抢着买嘛 那育融他一定会把一些的订单 留给我们这些 这个司机大哥朋友 为什么你知道吗 活动的广告啊 计程车司机每天在 大都会这样子跑啊 对不对 大家会看到 你看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买 Toyota的车子 计程车几乎都是Toyota车啊 大家就会觉得说 Toyota车应该不错 因为计程车司机朋友 开什么车 什么车应该就不错 所以我认为他们会预留一些 这个额度 给这个计程车司机的朋友 我相信经得起考验啊 洪华先进设计 后面老大是洪海 你要搞清楚啊 洪海可以帮苹果代工 你以为带假的 洪海一个月做生意 做5000亿的台币啊 最多还有到七八千亿啊 他的组装技术 如果没有那么好的话 他有办法接苹果的单 一接就是这么多年吗 那你想想看 人家的洪华先进 设计出来车子会差吗 不好意思 小弟去展场看过 就是哇 这个的 这样大家明白意思啊 所以在这个周末假日啊 大家就 你就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假如你现在御荣 还没有被洗下车 我看几乎很少 你现在正在看我节目 你是不是追7576的 你是不是这几天 已经把它卖掉了 对不对 所以我才说你要来跟着我 这个招募令只有到今天啊 包括礼拜六礼拜天 老船长你昨天才推出来 对 我不是要来做生意的 我只是告诉你 你如果这一次御荣 你是追高杀低的话 那你要做你要跟着我来做 我带着你来报仇 听得懂吗 那这一个 昨天推出来今天 再加上礼拜六礼拜天就没有 所以以后你要参加我 你就要交一年的会费 今天参加不需要 只要付一点点的钱 短天期就可以 为什么 我要带着你来操作 御荣汽车 这样你懂我的意思啊 那有一些事我知道 我在节目上我也不方便讲 你也要加入我的LINE 因为有些事情 可能我在LINE会公布 这个都免费的 这个为什么要收费 因为我有抠讯发给你 才知道要买 发给你才知道要出啊 对不对 难道你跟我通零吗 是不是 但是我不收你一年的会费 我只收你几天 短天期就好 因为我们一定要怎么样 度过这个 猪脑袋韭菜下车这一期 然后往上攻的时候 什么时候要先出一趟 我会带你们出 然后我们在适当时间 再把它接回来 总之 我们的目标很简单 这个算什么东西 未来一季比一季好 这个算什么高点 你听得懂 我已经 暗示已经快变明示了 所以说今天看完节目之后 你一定 第一个你没有加我的LINE 你一定要加 这基本 那么你要操作御荣的 认为我讲的节目内容 你认同的人 你不需要花一年的会费 你只要花几天的会费 就可以跟着我来操作这一档股票 愿意的人 你再拿电话 不愿意 我们不需要勉强 但是到时候你千万不要说 哎呀我好后悔老船长到时候 讲成这样我都怎么样 听不进去 忠言逆耳 五四三 花一点点钱 跟着老船长一起操作 豫荣汽车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